是 那个孙权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真能接受魏王的册封吗 想当年赤壁之战 他可是赢得光芒万丈 这回你出的好点子 身为一方霸主 我应该只有光芒和霸气 还要有审时夺势的智慧 如此战乱之年 没有永远的赢家 也就没有永远的敌人 不过我听坊间传言 这个孙权呀 长得子然 碧眼 子然 碧眼 那不是妖怪吗 我在想 不知道我们这次 能不能见到大桥小桥 坊间还传说 他们是绝代美女的 我陪你一起去见孙权 夫人 面见吴主 你就不要陪着我了 我这一身难装 别人也不会在意的 再说了 这趟我陪你出来 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不管他们迎接我们的是刀枪 还是李悦 我都在你身边 这要是夫人陪我去面见吴主 这要是夫人陪我去面见吴主 那吴主一定会说 这魏国的使臣啊 相貌平平 可他身边的侍卫 倒是玉树临风 英姿洒爽 这要万一 大桥小桥 看上夫人怎么办 那我就把他们都带走 好好好 那我们就等着吴主带兵乏位吧 夫人 看 咱们到了 来 宣 魏国使者司马懿敬见 下官 魏国行军司马司马懿 受吴王之命致敬镇府江南将军 自建安十三年以来 与魏王数次围猎将下 孤对魏王奉姿向往已久 今夕魏王又止于返城 孤自空老甚为遗憾哪 吴王身之将军 心向汉氏之城 特遣臣奉上天子册封圣旨 天子夹封将军 票棋将军 领荆州目封南昌侯 共讨逆贼 请将军 摆相案领旨 千万 下官 张昌 下官 张昌 敢问这道圣旨 系天子所书 还是魏王所书啊 既是圣旨 自然是天子所书 如今天子被求许度 魏王携天子以令诸侯 天下皆知 我看这道圣旨我主不接也罢 先生此言差矣 昔日天子流离 群雄袖手 汉氏机王 我魏王迎天子以礼敬 助公事以尊养 魏王亲茂史实 争讨叛逆 朝府诸侯 乃有今日之中远 非魏王 何以天子 何以天下 而今先生 确言囚禁二字 不忠之意 害人听闻 敢问先生 昔日天子受难之时 先生何在 昔日董卓之乱 一是八路诸侯起兵征讨 为将军之父 与我魏王 拼死立斩 将军之父与魏王 煞血为盟 立氏共辅汉氏 此情魏王至今 仍追思雅目 先生质疑魏王 岂非质疑将军之父 先生难道要以己之不忠 质将军与不孝火 我说的是今日事 谁跟你论当年 子曰 为人子者 五改父之道 是为孝 昔日 孙将军之父 受天子册封 讨伐逆贼 今日孙将军 亦受天子册封 讨伐逆贼 有何不妥 要孤讨逆 不知逆贼是谁呀 荆州官羽 受天子册封之 汉受天后 荆州 乃我江东故地 岂有自家人讨伐 自家人周郡的道理呀 原来这荆州 乃是江东故地呀 那为何荆州的土地税赋 皆归关羽所有啊 简安十九年 吕蒙将军亲率大军 征讨荆州 夺长沙 零零贵阳三军 自家的将军 为何要征讨自家的州军 这个 先生 请坐 关于荆州之事 只因多年纷争 边境守军一室 是误会 不足挂旨 荆州 乃孤界与刘皇叔暂居 刘备乃孤之媚许 一家之亲 两三年自当归还 此乃孤之家事 不劳魏王挂怀 昔日魏王提兵 与孤 汇列赤壁 号称雄兵百万 想不是 怕了怪语吧 恐怕 魏王的百万雄狮 早已化作江中的余下了 赤壁一战过后 魏王常常感慨 若周郎还在 烟室刘备作纳 关于不过刘备一手将儿 尚且如此傲视江东 也许再过数年 荆州不得归管 恐江东之地 尽归刘备手中 魏王本想替将军扫清 肘叶之患 可怎奈 江东诸公却尽在梦中 一家之亲 敢问 关于之虎女 不嫁 谁嫁之犬子 大胆 死马小儿 竟敢如此无礼 看我如何教训你 砍达 你是何人 使者而已 管你是谁 长大不握 难道这就是你们东吴的气度吗 大胆 主公 退下 是 是 曹公之意 还望司马来使 禁输其下 下官不敢欺瞒将军 魏国此次征讨关于 兵马共计四十五万 然 关于兵不过五万 船不过百搜 纵得一时之势 不过借天时地利儿 虽有一时之勇 却无后继之力 而我魏国大军 静可攻 退可守 纵然全军而退 亦无损伤 可关于 这五万之兵 若转而东向 将军 于之奈何 关于与我魏国 不过戒选之际 可于江东 却是心腹大患 其中轻重缓急 若诸公不能辩 岂非皆在梦中 此言诧异 明明是魏王不胜关于 差你来向我主起兵 竟说成是为我江东着想 天下无耻之徒 可笑至极 此言诸骂使者好一张利口 只是册封之事 五君臣还有待商议 请使者先到驿馆等候 如何呀 事关江东基业 望将军 三思 折尽 好药 唯王得人 唯王得人哪 你赢了 那要他们打得过关羽才算赢 那你也赢了 我本来还以为 我要带着你 从吴国的朝堂杀出去呢 可惜呀 他们无缘得剑 春华兄一展风采 我也没有想到 仲达兄能够如此地伶牙俐齿 过去憋坏了吧 二位请 北方来的客人尝尝 先掉舌头 多谢多谢 夫人请 这是新鲜打捞上来的约 是 你也尝尝 夫人先请 是 真的好鲜哪 虽得房寸之嫌 却难忘连年征战 不知这天下 何日能不动刀兵啊 何日能不动刀兵啊 仲大兄 打搅了 博言将军 快请快请 仲大兄 你我只是朝堂之上 短短的一瞥 你既然记住我了 博言将军 乃是江左才俊之翘楚 在下焉感不识啊 仲大兄 你可真是谬赞了 仲大兄出使 身边带的这位侍从 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仲大兄你这 誓真名誓自逢流啊 哪里哪里 博言将军 实不相瞒 此乃卓京 内子张氏春华 只因内子武功 强在下十倍 在下携内子前来 实是为了保命啊 原来如此 在下见过嫂夫人 见过将军 好 将军快请 好 请 仲大兄一来毕地 就这么用心地体察民俗 可有什么所得呀 江南乃是附属之地 非中原可必 江南十万精兵 百万民众 附属之乡 长江之血 不知道魏王能胜否 这百万之民 要皆变成守城之兵 魏王远道前来 自然不能胜 中原连连战乱 江东亦有大族纷争 附属之民安居但厌战 江东空也无力被伤了 那仲大兄的意思是 共激关羽已结盟好 离此休战 遗养黎民 魏王想要休战吗 连连征战 吴国疲惫不堪 江东也是难以支撑 这才让刘备乘势而起 但他自知武力北上 兵戈所向又能指向何处啊 只是仲大兄 用什么向吴侯保证 这魏国没有南下并吞之音 难道你能做魏王的主 在下做不了魏王的主 那仲大兄 要以何取信于吴侯呢 伯颜将军 魏王已经春秋六十有五 仲大兄 你的意思是 可以为将来的太子做出担保 在下言尽于此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我明白了